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云,借问酒家何处有,木桐瑶子幸花邨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刘振峰生活频道 清明不单是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四大节是随清如久,即随直清明如难节和久久重仰 清明同时也是24节气之一,在每年的西历4月4或4月5日 当地球走到太阳黄荆15度,就是清明 这一日,斗子月,北斗星的美巴指向月 历书约,秦份后15日,斗子月为清明,是万物皆皆皆而清明 盖时当戏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明 由于清明节本身是24节气之一,所以少数中国传统节日可以与西历互吻合 墨厚,清明之日,童此华,有五日,田鼠化鱼,有五日,雄此见 童此华,这里的童是指白铜花,即是说来到清明的时候,白铜花就会开花盛放 不过有一句俗语,童不华,岁有大汗 如果来到清明这一日,铜树仍然不开花,那一年里,大汗就会非常冷 田鼠化鱼,鱼,是属于鵪春的一种,其实都是古人的误解 因为鵪春的草在地下,当清明之后五日,它们的蛋会会枯化 小鵪春就会出来了,古人认为雀鸟都应该在树上触巢 在地面枯出来的雀就应该会是田鼠化成 鸿此见,鸿,阴阳交汇之气 当纯阴纯阳的时候,就不会有红的出现 其实就是彩虹的意思,就是说落雨之后见到阳光就会出现彩虹 鸿此见的意思就是说,清明十日之后,开始就会有彩虹的出现 清明原本只是一个节气的名称 之后怎会变成汉族的四大节日之一,其实是有一段估计的 这是与纪念祖先的节日,韩食节有关 韩食节又叫禁火节,禁烟节,冷节 通常是冬节后第105日,与清明的日期非常接近 在中国山西大部分地区都是清明节,之前那天就是韩食节 而有关晋文公的民间传旗又说过,韩食节是为了纪念戒指推 相传在春秋时期,晋的公子仲义离开晋国,流亡了19年 有一次仲义饿到暈倒了 他的重臣,戒指堆就割了自己的大腿肉,烧给他吃 令他得以保存性命 在仲义落难之时,戒指堆成就了忠义之命 只称割股奉军,股即是大腿肉,不是屁股 之后晋文公归割,他就想似跟随逃亡的人 但戒指堆不谈回报,带母亲隐居入了錦山 戒指堆隐居入了錦山之后,晋文公非常懊悔 亲自去錦山尋找 但戒指堆始终避移不出 这时候,晋文公下面有个人说 皇上,不如你烧了山,迫他出来 烧山这些东西,明灯,不知是否有心靠海 他在烧山的时候,戒指堆仍然坚不下山 最后抱着柳木和母亲一起烧死 晋文公悲痛万分,拿一段烧之后的柳木 带回宫中,弄了一对木剧,被再捉下 自此捉下成为下级对上级之间的一个称呼 即是,尊敬他就没理由做木剧踩着他 这个晋文公的心地都是一般的 而相传,后悔烧山的晋文公 纪念戒指堆,规定每年 放火烧那天,不准生火 一律大家要吃冬东西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韩食节起源 现在在江南,两广地区仍然有保留清明节吃韩食的传统 例如吃潤卷饼,或者吃清明节特有的清明火,草仔火等类 冻食 而由于华人有清明节进行数目拜祭的习族 慢慢演变成了汉族里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 而这个习族亦传到其他地方 琉球和越南都会在清明节数目 大家去数目的时候,记得小心处理香足 以免让人生火 好 今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like,share和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 选择全部订阅 这样我们一有新片,就会通知你了 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说 又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 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大家